先首先是卢州第三届的切仔面节活动 不但是有精彩的变脸和魔术表演 在今年度主办单位也是同样准备了 三千碗的面在现场大放送 让参加的民众过着好吃又好玩的嘉年华会 好吃又好玩的切仔面节 一系列的活动都相当有趣 不但又闯关活动还有脸谱彩绘 尤其是千碗的切仔面发放 更是获得民众的青睐 吃到八是卡王 问说到底是哪一大比较好吃 是天丁切仔面比较好吃 还是阿龙切仔面比较好吃 还是卢酒的比较好吃 还是亭秀酒的比较好吃 还是天池比较好吃 太多惊太多惊的 我跟大家报告 每天都很好吃 卢酒的切仔面是转型有名声 卢酒的切仔面没在放蜜蜜 完全是用大骨来练的 所以是这么清又这么甜 尤其这个蜜蜜Q 这一厨也吃多的八是在欢迎 现在每年都可以饭更多 这两天吃三千八百万 我刚才有在八头名胜客栈 第三届的切仔面节活动 另外还安排了变脸秀及魔术表演 精彩的技巧让大家看得是目不转睛 除了有切仔面大方送跟精彩的现场表演 今年度更举办真文比赛的颁奖典礼 以及感谢壮的颁奖 而非受期待的魔彩活动 更将现场的气氛炒热到最高点 也为今年的活动画下完美的句点 天花店新闻专家正与阿文 卢州采访报导